字幕——YK 各位早上好 然后现在是早上ך点多 但是我们这位太阳已经很大很大了 我去地里摘一些的菜回来吃 我这个太油腻了 所以我今天这菜就不吃肉 我看一下地里有什么菜 有摘什么吃 戴上我的小帽帽 戴帽子以后就有点小 头太大了 将旧的撑一下吧 好 走 忘记一个东西 盆没拿 摘茄子 这有一颗 摘了 我认为这像什么像不像一坨丝 有学习的 你看这两天早上都有露水了的 所以菜长得好 这一个 实际上太小了我们就不摘了 这有一个 不错 第一次做这种蟹钱 这还有一个 因为没多 个是因为前期摘过了 所以就只有这么多了 我再去摘点豆角 大的我们结局把它摘了 不摘到时候老了 又吃不了 对不对 而且我这个 摘了一把的钢豆 手都抓不住 自己动手 风一煮食 所以自己种点菜 吃的也很开心 怎么说呢 朋友们 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去做的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要种菜 这很多事情 好 我再去摘点 莫拉切 我在这里 哎哟 小黄 不是 小黑 我来这里摘莫拉切 那个时候我说把这个采掉 不要了 小猪飞要说 留着 留着下来 看是可以吃了吗 也不错的 这里有一串 就是有点小辣椒 这个辣椒 摘起来 哎呀 哦 烂了 我感觉要红 好像红的太早 都烂了 摘一把就够了的 又是身后 满满的一盆 回家又做菜吃了 洗干净 这个辣椒 我们这边的话 一般都种蟹椒 这种蟹椒呢 又长 又细又香 就是本地的辣椒嘛 多配一点才好吃 再来有些地方辣椒 可能只是配菜 也就是配料 但我们就是主菜 辣椒可以当主菜 有句话叫什么 无辣不欢 我这脸上出了很多汗 我不知道是不是以为太胖 然后肥油太多了 就是老是从里面冒出来 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油腻大叔 现在我倒是知道什么叫油腻大妈了 像我这种就是油腻大妈 这是有嫩的有老的 这种西红柿 这西红柿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个水果叫什么来着 圣驴果 我们就吃圣奶果 这个圣奶果的话 其实也可以直接吃 当水果吃也一样的 这种的话是酸酸的 甜甜的 它和大的那种味道不一样 这种更酸 更有那个野生的味道 茄子 茄子腿不要了 这就是蟹茄 我吃过好吃 所以我就种 没想到种也成功了 恭喜自己 这个是长得比较标准一点的 就是身高体重都是比较标准的 苗条 像这个 你看这真的像一坨屎 把这些洗洗盖剂 茄子 我给朋友们说 自己种的茄子 我买的 就在那大盆的不一样的 大盆的那种煮也煮不赖 一般般的 自己种的茄子的话 吃起来软软烙烙的 口感特别的好 这种长豆角 还有四季的辣椒都是一样的 自己种的那种好吃一点 它就生长周期也长一点 买的那种辣椒的话 大盆的这种水费特别多 没有那么香辣 茄子还是要改一下刀 再泡水 都把它切正 我们就切两条就行了 给它泡一下 全部都是 就是就上一个开两片 咱们再来十颗独特蒜 十确十美 给它拍一下 这个不需要那个的 不需要切碎 就直接拍一下 然后把那个皮去掉就OK 我觉得家里有什么菜 就吃什么菜 那家也开始炒了 好 这么多也够了 哎呦 还跑进去了 泡好的茄子 给它捞出来 分一起 还有这个蒜蒜 也要放到这里来 够 我把它一排全下去 炒一下 一定要开一下锅 给它焖 不然焖 熟不好吃 一股蒜香味出来了 看一下 给它开一下 好 再盖 蒸蒜一块 看一下 好 差不多了 好 咱们加点 酱油 生抽 老抽 一点盐 不需要什么配料的 两菜炒一下 烤鲸鱼一点 不需要到时候有些地方有鱼 有些地方没有 像素 给盛出来了 补充 我这个呢 可能在城里或者上面的朋友 一天都要吃早餐 中饭 晚饭 宵夜 宵夜 我有时候就是一天吃两菜 就是早餐和中餐一起吃 晚上再吃一餐 因为也没太多时间去做 所以这个菜就做的比较简单 就简单一个素菜 但这样的素菜 其实味道不差的 来 夹着吃 我找点辣椒 我吃辣椒 二十辣椒 吃辣椒 多姐 你把帽子摘了吧 我头上有帽子 屋檐下没有太多 都忘记了 有时候自己戴个帽子 还去找帽子 今天是 忘记自己头上有个帽子 哇 这本地辣椒好辣 比那样大的辣椒辣死了 你知道吧 一愿你别吃辣椒 吃茄子 茄子软软 吃辣椒我吃的没关系 二二 再喝就好吃 吃一吃 我们这个辣椒就是配菜了 煮菜了 吃起来味道很好 茄子也好 茄子是软软烂烂的 豆角的话也吃些甜甜的 你尝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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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搅一块 就一吃好了 我就放进去吃 吃 Hasan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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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 说到从羊胎里面出来就自带开胃的 我有个朋友说他比较胖 他跟他妈这么说的 谁让你把我生的这么胖 他妈妈就这么说 我生你的时候才5G多 这都是你自己吃的好不好 其实确实也是重要的 就是我们控制不住自己的嘴 也要卖不开自己的腿 有的必有之 把自己慢慢的盖光 没几个了 吃干净一点 不能浪费